你沒看錯,我沒瘋 尼姬的文本真的看比電子小說FGO 的1-6、1-7和2-6 各位可以區翻潤壇 保證一個負評都找不出來 好啦 連連動都能搞砸的戀巨人 我們姑且不提 我看過的小說數量不到上萬本 但上千本也還是有的 文筆很好的有 地錯、狼心、小叔吃、龍王的工作 鑰師、少女的毒藝等等 起碼可以看得很順的有 不只是石膠、古王、刀劍、女性香、路人等等 尼姬是屬於文筆好的那一群 人色鮮明、不搞謎語人、講的是白話 那些老師不好好把話說清楚的手遊 是寫手沒有能力把故事寫得精彩 才要用華麗的詞彙來掩飾平淡的創意 更可悲的是 有的文案根本沒有掠讀的必要 我沒有再說誰喔 不要對號入座 尼姬是繼FGO之後 我會主動去YT看後續劇情的手遊 雖然很想介紹尼姬的劇情 但一來節目會太長 二來我的文案能力不足 精彩之處無法口述 YT的關鍵是半週年陶瑞斯活動 OVERZONE 看完後 懂的都懂 除了主線故事 跟老婆們的互動也是一絕 舉例來說 白兔和毒蛇都會問一模一樣的問題 玩家能選的選項也一樣 但他們要的選項卻不一樣 這對話的設計堪稱直男就新 還有LINE群組 遊戲內叫做巴拉巴拉 有一堆玩家超喜歡看老婆們在群組內喇賽 要讓玩家喜歡上角色就是要從這些地方下手 福利的部分 光是週年活動就已經送了110抽以上 平常的PVP給斯也算大方 重點是 抽中一隻就算畢業 別看大佬什麼寶七魂七命七 這遊戲的一隻跟七隻只差在基礎數值 多一隻並不會多出什麼特殊能力 你多睡一天或是刷隊磁條 會比多抽一隻更實在一點 充滿四隻 頂多角色的技能動畫可以放在大廳店 沒有其他用處 別的遊戲是 沒寶2 不能用喔 問就是寶5 建議抽魂2或專武才有比較好的遊戲體驗 媽的 我連一隻抽都抽到大寶底 你還要我抽三隻 咳咳 更佛的地方是中獎率 這遊戲的SSR高達4% 當期PU2% 宮廉可是要到祭典 三星才會有6% 更重要的是 不論宮廉FGO鐵道 當期PU也就在0.6-0.8之間 跟2%完全不能比 好 你說尊絕不凡朝聖池只有1% 那我就跟你說這遊戲的寶底機制 鐵道聽起來比較爽 但他給的抽數真的比較摳 而且不少人告訴你 要高命才好用 尼基 不跟你廢話 每抽一次PU就有一張金票 湊滿200張金票 只要PU池有開 你就能直接換到當期的PU角 完全沒有機率重新計算的問題 我認真覺得 所有手遊都應該內建金票機制 尼基的主持還可以自選15隻我就不提了 還有一個機制我也覺得其他遊戲都該學習 那就是友情抽也有2%的機率抽到除了UR以外的SSR 別跟我說沒有UR就沒有抽的必要 我的友情抽就有抽到白兔和愛麗絲之類的強者 這麼佛心的設計 FGO就是你好好學 不要只給我沒什麼軟用的四星和小岸 至於這遊戲最大的賣點 直射 別廢話 看 跟各位講啦 所謂的姿色不能光只是脫光 還要兼具美和性感 要怎麼在不違規的情況下 最大幅度的挑起玩家的興趣 才是最精妙的地方 男人有的時候就是犯賤 全脫光不一定有興趣 要那一種差一點點就能看到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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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玩過的遊戲有很多 所謂的skin也買過不少 但只有尼基讓我這麼瘋狂 英雄聯盟玩了10年有餘 在skin上的花費卻已經輸給玩不到一年的尼基 之前總覺得誰買skin誰盤子 現在我就是盤子 哎呀真香 尤其是1980的skin 每次一冷靜就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不知道 但每次點開skin 又覺得自己做得好 更可怕的是 目前四款1980 我已經買了三款 如果法環有特價 這些錢可以買五次法環耶 雖然這些skin都不是單賣 還有付一些抽抽券之類的 但一冷靜下來果然還是覺得 超香 不是只有我中毒這麼深 有些玩家甚至連角色都還沒有抽到 就先急著買skin 優秀 說到這邊 相信有一些未來檔案或小黃油的玩家 一定不服 他們會大聲呼籲 我們的也很性感啊 我看 你是不懂哦 尼基在累積完好感度後 有不少個人劇情 會讓指揮官直接跟尼基們戰鬥 戰鬥的地點分別有 醫院的床上 野外 有時候玩家還必須同時面對兩隻兔子 這是別人做的統計圖 供各位參考參考 雖然沒有直接描寫對戰過程 但你知我知獨眼龍眼之 沒寫出來的內容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 人設 文案 全部都走在插邊路線 我就問 無敵的吧 說了這麼多好話 你一定以為我接到了尼基的工商 是不是 那怎麼可能 跟你們講一個業界秘密 在介紹一款遊戲的時候 神稿放絕對 不可能 允許創作者在節目中 提到其他遊戲的名字 所以呢 今天的乾爹爸爸是 速度 咳咳 我是說 阿克媽Toys 查貓衣光之夢的一日 COSER 二階堂艾維娜的粉絲遊戲時間 最近很多商品都做了擬人化 像是我拿到的玩具 就叫做二階堂艾維娜 特徵有 金髮碧眼和傲人的G-COP 平時的興趣是COSPLAY 人設如此之定 它的各方面性能當然也不簡單 從外觀的設計上看來 既然擬人了 就要做到跟其他的產品不同 這款入口的大門 有相當人性化的設計 各種細部紋理就如真人般那樣性感 扎實厚重的兩花抓起來 手感超好 內部的設計更是特別 別看只有一條狹窄而飽滿的通道 另外一個山洞 可是可以把玩具塞在裡面的 各位 心動了吧 美女就躺在夢天堂 在雙十一期間 夢天堂拳管都有折扣 不只這樣 還有樂銷好評套組 和每日遺物大瞎殺 勤勞一點 一定能找到其他玩具跟美女做搭配 雙十一當天 還會加碼釋出300組 滿2000 現折888的折扣碼 哇 直接幫你打三折 要是能一口氣買滿5000 還會贈送 萌娘姊妹豆口袋杯一組 先搶 先用 先折 就是現在 全管輸入折扣碼 CheckMate 滿1000 現折100 讓我們一起度過 不再孤單的雙十一吧 聽完優點 萬一你不幸被我說服加入遊戲 你要先知道一件事 他是手遊 不要用單機遊戲評價他的遊戲性 不是啊 老拿單機遊戲比手遊 就好像去小吃店或素食店 怪他的餐點不夠精緻 從根本設計上來說 兩者的目的就不同 像我最近在玩的FSR或法環 他會希望你每次花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坐下來好好玩他 但手遊是要填滿你破碎的時間 並且讓你習慣有他的生活 而這也是為什麼 手遊會有每日任務要解 而且每日任務 通常不會花你15分鐘以上的時間 應該說 如果要花更多的時間 玩家一下子就累了 然後氣坑了 生活已經有夠辛苦了 不要再找麻煩了好嗎 手遊的另外一個特性是 強烈的社交性 你可以跟朋友、網友討論攻略 抽到了誰 誰比較婆 要不要去逛展之類的 卡池一出 定期的話題性十足 那麼 以手遊來說 你幾好玩嗎 先記住 不論你在網路上查到怎麼搭配 他的本質就是收菜遊戲 或是說放置遊戲 不用每天規劃體力怎麼分配 不用去查素材在哪裡收集效率比較高 想要變強 每天登錄 領取資源 你家老婆就會變得超強 再來 千萬不要妄想能後追到開服的第一批部隊 除非你爸爸會唱 我姓郭 哥我 隊伍配置很單純 由爆裂技能分類成123 任何一個隊伍基本三個都要帶 否則不能完成爆裂連鎖 傷害會差非常多 一隊通常是由12333組成 如果爆裂1的CD是40秒 那組合就會是11233 其他以此雷推 目前尼姬已經有上百隻角色 撇除掉新英寧入坑的當期PU池 一般會推薦 莉塔 紅蓮神閥 C3取1 取2開局 莉塔是長助角 虎持有抽都有機會撈到 非常好用 稀有度相對不高 千抽之後 你還是有可能缺紅蓮神閥 但如果你還缺莉塔 那我只能說地獄倒霉鬼 紅蓮和神閥是尊絕不凡的朝聖者 看看這白癡機率 0.0625 你大概開局要刷到死才能中一隻 兩隻就實用度上來說 紅蓮在任何場合都看得到他 或許有人會說 頂尖DPS隊伍沒有他 幹 這是大佬的事好嗎 跟新手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神閥的狀況也差不多 只過PVP我不太喜歡放他 推圖他比紅蓮更好用一點 各種考量下 我會多推薦一點紅蓮開局 因為神閥終究有PU過 還有全伺服器都有的Skin 再PU一次的機率 我覺得應該不低 紅蓮就不同了 尊絕不凡 一致都沒有PU過 儘管普遲PU時都能抽得到 但我聽說有的衝了整整2000次以上 卻還是連他的帽子都沒有看過 實在有夠慘 其他好用的還有 工地幫的桑迪 黑白兔 黑白JK 麥斯威爾 黑白兔全面都很強 但你如果只有一隻白兔根本沒有用 黑白JK算是攻擊特化 同樣也是兩隻都要在場上 才能發揮真本事 或許有人很幸運 衝動了其他尊絕不凡的朝聖者 但我只能說抱歉 他們並沒有這麼萬用 有一位還是最強場館 比較強的有 阿桃、大小白雪 長髮、公主和小紅帽 阿桃提供輸出 大白雪一炮流 小白雪清唱 長髮一擊奶全隊 小紅帽萬搭 但輸出不到最頂 通常用在特殊地方的是 諾亞、競技場跟神沒有兩樣 尼希蒂斯簡稱火龍 破關送的 用途只有爬朝聖塔 哈爾蘭 時代的敗北者 前期推圖還算好用啦 伊莎貝爾 完全找不到上場的空間 不知道抽他來是幹嘛的 不過 萬一中了也不用太難過 除了他夠射之外 我陪你一起哭 其他推薦都在畫面上 各位可以自行暫停翻略 先聲明 其他尼希補是不能用 像是拉普拉斯、德雷克 推王推圖都還是有發揮的空間 豺狼是PVP神教 沒有他就等著被送下去 只要你願意睡 你的老婆不認識誰 就是最強的 養成方式很簡單 把各種升級資源 平均灌到最高星數的五隻頭上 之後只要把其他角色放入同步器內 角色等級就會一樣 得到資源記得推主線 推到不能再推的時候 再開資源 因為開出來的資源數量 會根據基地等級決定 角色身上的裝備 除了可以從資源領取外 主要還是來自攔截戰 D和S的攔截戰 以現在的角色很好突破 而特殊攔截戰 則要過了足限16-28才能打 特殊攔截戰很重要 因為只有這邊才能打到 各個企業類別的T9專屬裝備和定制模組 只有T9企業裝備才能進化到T10 然後獲得磁條 以目前新晶玩家回報下來 過去我卡了一個月的16-28 現在從0到通過16-28 也就一個半月的事 在玩家的建議下 官方相當四項的一直在下修主線難度 特殊攔截戰的難度大概是 火車等於鑽頭大於神發大於鐵架等於潮大哥 火車不會利用遊戲機制進行回避 就是傷害檢定 沒過就是2-3階直接下去 鑽頭搖來搖去 順選啟動爆裂時間 神發開場傷害檢定 檢定過了就是最好打的 鐵匠和大哥很多人過了16-28就能輕鬆糾結 過不了就參考網路上的打法 技能要打模擬是 初期會很痛苦 一堆關卡要打 還要慎選增益效果 效果有沒有作用 起開右上角的試用對象 整個打下來20分鐘跑不掉 累得要死 不過等到後期 戰力打標後 也就兩分鐘的事 技能四次是優先 更高級吃的技能書實在太多 魔方打迷失地區 所有能升級魔方的材料 通通升級以及巨熊魔方 換彈速度算是最萬用的魔方之一 爬塔沒什麼特別的 只是他會給你本遊戲的少數缺點 注魔 不曉得哪個天才設計師撞到頭 企業模組已經很難收集了 好不容易湊齊50個 他母親很好的 還有50%機會給你垃圾 不少人氣坑的主因 就是朝聖者開到SR或R 大致上來說 遊戲就長這個樣子 目前的狀況是 只要你有湊齊爆裂123 然後你的戰力數字有達標 原則上不會卡關 一千SR卡還算是能用 像是102就是不少人的前傾夥伴 而這款的遊戲性在於 凹戰力不足的關卡 這些關卡用AUTO有時候根本過不了 但只要你手抄 而且有發現關卡機制 或許就能凹得過去 要說這遊戲除了注魔外 另外一個少數可以噴的點是 升等制度 就如剛剛說的 升級是靠頭目器 可是 要升到滿級200級 同一隻要抽滿4張 只能用三星的SSR卡 換句話說要超過200級 就需要5隻三星SSR 對無課檔來說 這是勸人退坑的數量 從開服到現在 也就只送了企鵝和小白雀 兩隻SSR 半年一隻 如果你什麼卡池都抽 又是無課檔 那戰力可能會卡超久 誠心建議還在卡等的無課檔 存夠石頭 就瞄準一個超強卡池抽到底 以這一年的狀況來說 就會是 泳裝阿尼斯2B之類的主C 要以更強的超勝池為目標也行 但1%就是低於2% 要有抽不齊的心理準備 不知道這個白癡機制有沒有機會改掉 公會戰和個人戰對於新人來說 能湊齊三隊和五隊就很不錯了 暫時不用管 公會戰優秀的地方在於 BOSS數量有限 上次的公會戰 我只打了一天 隔天醒來 所有BOSS就已經被收光 加入強的公會 可以說是超省時省力 個人排名戰 連我都只能拿出三隊 新手還是不要想太多吧 好了 本期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我心血來潮的一篇 能幫各位新手解決疑問 體面 key 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